台湾莲花景星问了 台湾莲花景星顶礼师尊 以下问题奇景师尊开始 金刚经说 诸心皆是非心 又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师尊解说 因为众生所想念者 皆得不当 毕竟无所得 真可谓一针见血 令弟子豁然开朗 弟子可佛也能如此思维 因为众生 眼影六成所产生的心 像皆是稀缓 非为实相 故为非心 又众生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想法 是否即是 着以时空法的思维 而着以时空法的思维 既是着以有相 人相 众生相 受则相 但实相既是非相 是打破时空 是打破时空 如如不动 乏而本难的 他是第一个 他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 他自己问 又自己答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问什么 第二个 他讲 师尊说 菩萨只是一个名词 言洁经也说 言洁自信 非信信有 寻诸信起 无起无证 一意时相中 十无菩萨 及诸众生 何以故 菩萨众生 皆是幻化 弟子的疑问是 菩萨已破四相 何为何 佛陀说 菩萨也是幻化 是否这宇宙 唯有佛性 是十相 而所有三千 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 都是一合相 都是幻化 第二点 他问得很有意思 菩萨只是一个名词 言洁经也说 言洁自信 非信信有 寻诸信起 无起无证 一意时相中 十无菩萨 及诸众生 何以故 菩萨众生 皆是幻化 那么他问 为何菩萨是幻化 这佛宇宙之间 只有佛性是十相 而所有三千 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 都是一合相 皆是幻化 他问的 他问了这个问题 我只是这样子回答 你看这个菩萨 他在沙坡世界 救度众生 那么沙坡世界的众生 都是幻化 所以谈到功德方面 谈到功德方面 实无功德 实在是没有功德 因为没有功德 才叫做功德 金刚经经常提到这个 所谈的功德 所谓功德 就是因为没有功德 才叫做功德 所谓菩萨 也只是一个名词 也只是一个名词 你多有钱 你地位多高 你多漂亮 全部都是变化 让你一时 一时而已 只是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之内而已 了解了这个 我们不要讲 谈菩萨是不是幻化 菩萨也是一个名词 只是他行的是 布施功德 菩萨行的是布施功德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菩萨 将来他往生到 或者他证得了佛性 他往生到更好的地方 菩萨可以往生到更好的地方 甚至于不用六道轮回 那个才是whoever 才是永恒 或者都是幻化 都是一时 全部都是一时的 除非你已经 真的正德了佛性 其实正德 也就是非正德 无起无正 但是你确实是 恒 永恒的 forever 这样子 师尊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佛也是一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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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本身有十个称号 十个称号都是佛的 所以正偏知 也是佛 我们昨天晚上讲的 正偏知 也是佛 无上师 也是佛 没有比在这个最上的师父 也是佛的十个称号 之一 无上师 也是佛的 一个称号 还有呢 这佛的十个称号 这佛的十个称号 都代表着佛的 都是代表 代表 其实佛也不一定就是 然后 这个就是佛 其他的就不是 他有十个称号 所以你真正要得到永恒 得到圆满的捷物 圆满的捷物 《颜结经》就是 圆满捷物的经典 圆满捷物的经典 你要得到圆满的捷物 你就成就 那个才叫做 Forever 的捷物